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 我是王平之 因为审计疑云而闹得风风雨雨的事发动力 Cybra Dynamics今年第二季近赚美股0.4仙 核心经历按季大跌60%之后 2021财政年18个月的核心经历达到了7.74亿令吉 虽然符合市场的预期 但是低过达中券的预期 只达到全财年净利预测的92% 净利大幅度下滑 主要是因为巴林和沙地阿拉伯的营运和维护业务放缓 导致该集团录得2016年第三季以来最低的季度净利 此外2021财政年的营运现金流 自2014年以来首次转为复数 流出了2.35亿现金 导致手头上现金距降到4.35亿令吉 目前18动力依然深陷审计宜云 因此行家降低未来两年的净利预测36%到66% 同时进一步降低目标价至25仙 维持卖出品级 因此一步降低目标价至0% 同时进一步降低目标价至0% 同时进一步降低目标价至0%